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短 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 下期时间 今次有我许晒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意见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部》 《沙冷器》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讲讲一些正棍超低能 超搞笑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来 立法会就不用坐定定在议事堂 他们就用这个zoom 视像会议来讲就已经OK了 每一个都对着镜头 到发言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部分 预备好这个广告 一开始 对着那个读稿机 有如滔滔江水 烈绵不绝 有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在里面要讲很多很慷慨激昂 爱国的东西 因为说得明白 爱国者自说 所以现在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要拌一些爱国的字眼 或者口号进去 什么都好 我不知道 我觉得说得太多很肉麻 整件事 尤其是什么李子敬 最近那个听到我 肉都麻痹 有时候爱国那些不是常常开口 都要挂在嘴边 说得好像上脑子一样 其实挺令人作呕的 另一方面 今次要谈谈公联会里面的四方果 他发言的时候 亦都是一开始 在昨天的施政报告 致謝议案里面 进入到讨论关于管治校和一国两制的主题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议员都说有关于基本法23条的立法 要快手一点 去到四方果的时候 他对于大学里面的国安教育的安排 他似乎相当不满 我都听他说什么 我一听 听到耳都瘟了 耳都扎了 那何解呢 他好像不太明白大学教育究竟是什么 而且他用一种这样的眼光和阴谋论 去看大学里面的工作者 或者对于针对国安教育的教育那方面 究竟有没有做好他 究竟怎样做 你不是亲身去看 只是听了一个你口中 都不知道真不真的爱国爱港的大学生这样说完 你就在立法会上大放缺词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不如这样 我们首先听一听四方果怎样说 我也都将一些重点位 剔了出来 然后就好像连续 会说几次 大家不要以为跳线 其实就是我特意安排的 让一些重点大家可以听清楚一点 听完我们才一起评论好吗 大家容忍一下 听一听四方果 发什么欲风和发什么花点 教育下一代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良好的手法意识就是必不可笑 因此我们的教育就缺乏了国家的官员和概念 在大时大非的议题上 年轻人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国家观和人生观 当然很容易被煽动作出办法的行为 但是要国安和国民教育进入校园 私资都是很重要的 过往也有黄教师 运用他们教师的身份 大学生上街 上堂也灌输共育及扭曲的历史 主席 我认为 国安和国民教育的老师都要接受分裂 教国安和国民教育的老师都要接受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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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到爱国爱港的年轻人具反映 他在大学那里正在读国安法 也反映到现在在大学推行国安法的教育 有出现一些硬消的情况 另外担心是不是有别有用心的人士 用到国安教育去制造对立,造成反效果 国安法是必修得来,不合格的就没得升班了 但你都留意到课程的设计是故意在晚间接课堂 故意在晚间接课堂 利用反感的方式去承受国安法教育 这不是有人扬动因为同中作感 我们建议政府内部应该安排专宅小组去监察校园的国安教育 长远老师也要接受有系统的国安国民语分 真是厉害 如果国安法的课堂在晚上要上课 请问有什么那么辛苦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下班之后再进修呢? 如果当大家试过下班之后要进修呢? 其实晚上上课有什么反感呢? 要不需要给你茶点、披萨、寿司、饮品、舒服的音乐、按摩椅 坐在那上课呢? 这就算是OK了 不是这样的 还有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现在在大学进行的国安教育 我们先以针大为例 他在今个学年已经将国安教育纳入为必修科 在联通课程里面 不过就不计计学分 不过本科生必须要在毕业前完成 间接来说 你完成不了的话 你就不用毕业了 其实不是升班而是毕业的问题 就算好像我们到今时今日 还是历历在目的中文大学 所谓的中大保卫战 又有黑学生 黑色毕业礼 又说自己是暴大 这些真是惊人惊 好像他们是怎样看的 或者是怎样做的 新增了一科 一个学分的必修科 叫做认识今日中国的 如果未能够叫做收笔的话 也不能够叫毕业 那对面会包含什么呢? 就是涉及到国安法 基本法的教育 还有会在校园里面 推行一些有关于基本法和国安教育的东西 来增加大家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例如在新增的营生活动里面 都会加入一些国家安全为题的讲座 也有负责筹备营生活动的学生 都要帮忙去讲解一下国家安全 媒体的素养的重要性等等 中大也说过 根据国安法里面的第十条规定 应该透过学校 去开展一些国安教育 提高港人的国安意识 和守法意识 大学也都需要配合教育局 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按照法律的要求 去履行相关的责任 如果你用一种这样的形式 去污蔑人家在做的事 其实是很可护的 四方说 什么阳奉阴违 还是怎样 再者 学生都有自己的责任 记住 现在是一个课程 他们是读书 或者要认识到这件事 例如有某一间大学 会答问题 好像Q&A 还是有multiple choice 这次考不了 下次再来考 考到得为止 我还记得是有20条的 记住一件事 不能够单单在一个学分的必修科认识今天中国里面 就能够导致一个学生可以由不爱国到变到爱国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一个教育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 凭一个课程就可以扭转到一个学生 由很黄的 很黑的 可以变到一个很爱国的青年 这个就不可能 如果我问你的话 就算你怎么去培训一个老师 他都很难 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记住 只不过是一个课程 他是要认识这件事 了解这件事 有一个基础概念在 并非要考核一个学生 会不会能够有一个 可能对国家 都不是很认识 对国安法一知半解 而因为这个课程之后 就变成一个很热爱 好像你们 这帮立法会员那样 每逢说到 爱国那方面的东西 就慷慨激昂 这么夸张 那真不真 这就一件事 而且都无从考核 我们不会用测试机来测试 你喜欢说就说 是吧 你的自由 如果你说 在晚间 去开这个课程 就说什么 对抗性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太过 污蔑了 那何解呢 如果假如学生知道 要是 晚上来上课 如果这一课 也不是说叫做那么难 如果因为一个学分 而继续了 让自己逼不了 那有没有那么笨 另外 他提到私资那方面 我听到都外跪了 那何解呢 就算 你说接受了培训也好 接受了什么 指定的教育也好 其实你都不能排除一个人 他打从心底里面 不是一个黄尸 如果我只问你 现在你觉得香港的教育界里面 还有没有黄尸 那你不能说没有 如果有又怎样呢 你怎么肯定那个是一个黄尸 那如果是黄尸 那他的思想 也是很黄的 或者对于政府很不满 对于你也很不满 因为他们很喜欢这样的 如果你不满四方果 不满这些 西门止径 那他将你打成为叫做 黄色 就是你对于这些叫做 蓝型的人 有所批评的话 就立刻就将你打成为黄的 你还不是真黄 不要那么刺善 一口气 就用黄色 去分你 或者用颜色 去分你 这些我其实我不太接受 有时听起来都挺无管动的 就是一个社会 总是一有些东西 就用颜色来把你区分 就很好笑 那我再说回先 举个例子 在浸大 又拿回浸大来说 本科生 他们是要出席 两小时的 国安法教育的面售课 记住是面售课 不能够 就这样上网 买买买买 就当是算数 好像在他们 当时 上一年的 接近10月底 就是第1课 也有过8个学生会参与 当然要参与 不参与 怎么考试呢 当时 也由大律师 范凯杰 去主讲 可能你问 今天范凯杰 请问是哪位 其实他也是一个 选位 也是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 共同发起人 青年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教育局上诉委员会的委员 香港青少年领袖发展协会会长 其实 大学方面都很懂得 怎么去找一些 适当的人 回来主持这些课堂 其实 他在这个课堂里面 相当不错的 他引用了 两宗 违反了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就是纳入教材里面 是用他里面的调查 希望借着这些教材 来给学生 更加可以叫全方面 了解到国安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好的 一定讲得比我们法庭盲新闻 之所以 四方国内 间接 侮辱 有份参与 国安教育的 出席者 我觉得是相当之过分的 而且教育局方面 对于 国安法的教育 从幼稚园 去到中学 都有列明到 那个指引 和那个课程 大纲 究竟是 大约 是怎样去教 怎样去说 假如 就算是一个 叫做 黄尸 的话 你也提防不了 是由他去教的 如果 好像由幼稚园 去到中小学 这样来算 这方面 就要交由 学校 他们各自各 怎样去管理 你说 香港黄尸 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 根治得到 老实说 其实是挺难的 不过 他们 现在 敢不敢 乱来 以我所知 都挺难 那种 你说 什么阳奉阴 是不是 硬着 搞对抗 是不是要 令到学生 读完都 觉得 不会认同国家 不会是 有这个归属感 会有爱国情怀 其实是挺难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黄婆婆 她那时候 在深圳 被拘捕的时候 她有一段时间 是要 带她 游山换水 就是让她 看看 现在 中国的 近代发展 究竟是怎样的 例如 不同的 工业 商业 或者不同范畴的成就 究竟是怎样的 让她看过 才知道 其实很难 单凭说 一个 国安法的教育课程 就可以叫做 回忍得到 不要看得这么简单 如果还有些位置 叫做不合你 心髓 那你就 说别人是 阳奉阴违 或者是否专专 对抗性 老师 是不是要一些 培训 让他们更加了解 港区国安法 或者了解 国家的观念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之前也提过 就是 郑弥华司长 也有主广过 一个课程 其实 很短 一节 这么简单 当时也有过千个 校长 和老师 那些有去听 如果听完这些 我想学校方面 都会 制作一些 指引也好 或者一些重点 给老师 了解 就算 黄师也好 黄的学生也好 这些 不是说 可以一步到位 就可以改变 如果你还要 说这些 做这些 这些 对抗性 反而是由 你们这些 人 而起 即是 假如 有一些 黄老师 他们 我都见过 真的 慢慢都明白 社会 没可能继续 搞什么 光时 诉求 对抗 下去 唯有一个方法就是 怎样 做好自己 怎样自己 找到 吃 就是 继续保住自己的 份工 或者 在这个疫情底下 他们都明白了 假如 我连教师的 份工都没了 也都见到 之前那些 爆眼老师 他们没了牌子 做不到老师 那种的辛苦 那种的堕落 你敢学 这些一定要给 时间 等于他们 现在都不再 叫五大诉求 如果你日日夜夜 还抓住他们 又说 搞对抗 又说 阳奉阴违 这些 只会令到矛盾 继续加深 再者 这方面 希望 大学方面 可以再公开多些少 你们 好像教了钱 这一次 找到一位 有名的大律师 来 主讲 这些很值得 下去做宣传 我觉得不应该 收收埋埋 好了 今集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